郑小龙按蒋文立原型写出《金婚》剧本《不料女主巨演》,蒋魏角色减20斤。 《金婚》的创作灵感,源自于郑小龙的父母。 从他记事起,父母就爱吵架,大部分都是些生活中的机灵狗碎,也常常吵着要离婚。 作为编剧导演制片人,生活中的点滴都是创作源泉,郑小龙的灵感和想法也越积越多,决定写一写父母婚姻,名字就叫《金婚》。 经过两年的筹备,郑小龙将想法付诸行动,他找到蒋文立,想请他出演女主角。 万万没想到,刚一开口,就遭到了蒋文立的拒绝。 蒋文立说,这部戏需要女主角从25岁演到75岁,她40多岁演《小姑娘》不合适。 而且自己演了太多婚姻的戏,不想戏路被定性。 郑小龙听了后没有气馁,继续寻寻善诱,她告诉蒋文立,为了让她更有角色代入感,将女主名字改成文立。 而且这是部年龄跨越50年的戏,男女主都不换人,难度非常大,除了她没人能演得了。 蒋文立被打动了,因为她就想挑战有难度的戏,越难越好。 为了更好地贴近年轻时的文立,蒋文立在开拍前减肥20多斤。 最后播出果然非常成功,她和张国立完美呈现同志和文立的爱情故事,也成就了一部精品电视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